準備 第二題是 請看五秒 網路流行詞太多了 成千上百句 說哪一句啊 不知道 再開始鎖定 是跟網路流行詞有關 第二題是請看十秒 答案請 水逆算網路流行詞嗎 它是星座專有名詞吧 但是很多人喜歡講 我最近水逆 所以什麼手機壞了 東西不見 水逆 我最逆水的 水逆 你看 真的很多人都會在 發文的時候說 我最近水逆啦 然後或是問對方 你這樣是不是在水逆 那是個星座專有名詞 但是因為網路的推播主嵐之後 水逆變成一個人 遇事不佳的意思 對 水逆答對了嗎 真具厲害 真假的啦 好強喔 鄭家淳請就位 鄭家淳同學 全民財經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異業 是 念到幾年級了 念到 還沒念到大二就休學了 今天特別來宣傳 同島一命 是 我們對 我們在生活 在同一個島上 對 然後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是 所以簡稱 同島一命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在馬祖當過兵的人 應該還滿常看到 這四個字 那我是在澎湖拍攝年齡 通常想說 這個年齡要叫什麼呢 因為二零二零很簡單 就是愛你 愛你 二零二一 不過想到二零二零 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真的 台灣人非常團結 所以就想到了同島一命 用在二零二一的年曆上面 年曆也是穿得很清涼的那種 當然 要再現一點優異 沒錯 沒錯 可以必要的 很好 妳有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妳上次來也是第一個出來嗎 對 沒錯 我們馬上要進 因為妳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夢幻大獎 請 開門 茶具禮盒 天絲保潔電子如荷包 三萬大獎 按摩健身組 在妳的正下方 看到沒有 五萬大獎在後面 臭氧水龍頭 十萬大獎 是很懂妳的智慧麻糬 讚 悄悄地來 悄悄地走 好像沒上過一樣 舒服得不得了 來 看看 鄭家純第二套題目 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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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 這年不見了 每年都會拍 寫真年曆 這一題跟它有點關係 因為 煙火看兩次 不著急 在澎湖拍年曆 而且看了 同時也看了花火節 好 泡溫泉必喝 在悲哀道 拍了節目 招桃花風水學 是租屋族 所以有在研究風水 居家收納神器 妳擅長居家收納 好 旅日小達人 他對日本非常的喜好 甚至於現在辦日本留學 股市投資課 他也在玩股票 貓咪政府官 有養貓 而且有五年以上之年 第一題 泡溫泉必喝 必喝什麼 請注意 我們經常會在卡通當中 看到日本人泡完溫泉的時候 都會喝一杯牛奶 請問最初的原因是什麼 A 電視劇引起熱潮 B 溫泉會館有冰箱 C 牛奶公司的老闆愛泡湯 好 我可以直接講答案嗎 我的答案是 B 溫泉會館有冰箱 請鎖定 鎖定 算什麼答案 為什麼 誰在沒冰箱 對 因為牛奶需要保存 那牛奶公司老闆愛泡湯 變成整個大日本 所有溫泉會館的人 顧客都變成泡完喝牛奶 好像有點不合理 然後電視劇引起熱潮 如果是熱潮的話 應該是一下子就過了 所以我選B 熱潮就是一下就過了 它引起了關注啊 所以大家廣泛的注意到這件事情 通常熱潮都會退 請你介紹 好 厲害 好 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冰箱還不是那麼的普及 那麼呢 在日本人他們傳統的習慣啊 會習慣要到公共澡堂 一起來泡澡 那泡澡呢 這時間一長當然就裡面流汗啊 流失水分啊 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想要喝點飲料 那時候牛奶葉子他們非常的聰明 他們就會提供冰箱給溫泉會館 只要跟他們合作的話 提供冰箱裡頭就會冰牛奶 比如說呢 是一般的牛奶啊 水果牛奶跟咖啡牛奶 是那時候最常見的一些牛奶喔 所以呢 到了這個溫泉會館的澡湯 大家就會習慣泡完湯之後 喝杯牛奶 但其實呢 到了現在的傳統啊 也就重新做過一次調查 發現現在人呢 在泡完溫泉之後呢 其實呢 更愛喝的是 碳酸飲料跟啤酒 也看得出來是時代的茶飲 不錯喔 第二題 第二題 我想選 居家收納 來 敬主題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限量哪一項東西 是網友心目中的收納神器第一名 A 牆上的置物層板 B 櫃子內的層架 C 抽屜收納夾層 好 我要直接講答案喔 我的答案是 A 牆上置物層板 請說你 牆上置物層板 我有加入一個 FB的社團 就是跟收納狂有關的 然後裡面真的很多貼文 他們在分享自己的收納心得 然後我發現 牆上置物層板長什麼樣子 就是 一格一格 你可以自己定它的高度 大小 間距 那甚至是有一種是網狀的 一片在上面 然後可以用掛鍋 然後掛任何帽子包包 一切的一切 得到那個掛鍋可以掛任何東西 對 所以大家很喜歡 在牆上收納 牆上 不要答對的舉手 謝謝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認為是櫃子內的層架的舉手 一個 抽屜內收納的夾層 兩個 三個 為什麼 吳宜佩 我覺得因為抽屜是很容易亂的 尤其是衣服 內衣 內褲之類 可能就會有一點軟或什麼 就很需要一格一格的東西來買 如果是我會想要買第三個 A跟B C 這三個其實都有可能 對 第一名 搞不好我告訴你 它就是顯在你 對 合理吧 對 合理 選就不好選 但它義無反顧地選擇了 牆上的置物成板 來 請揭曉 好厲害喔 我真的有加入那個社團 一萬在巷子口囉 好 第三題 第三題我想要選一個 比較有風險的 招桃花是吧 股市投資客 你冷靜一點 你才接觸半年 你搞別的吧 有一個東西叫新手運 請出題 項鍊哪一位歷史人物 曾經在從軍前 與友人合夥開公司 投資股市 A 孫傳芳 A 蔡介石 C 張學良 再看一下就是 從軍前 他在從軍前 也就是說他在二十五歲以前 對 蔡介石 他就合夥開公司 投資股市 誰有這個遠見 誰有這個想法 誰和世界皆可 誰知道 剛剛陳辰哥 有稍微洩漏一點點 我洩漏什麼了 遠見 對 代表他是 那是一本雜誌 代表他是 這三個禮拜當中 最後還贏的那一個人 那如果B C選的話 應該就是 我的答案是 B 蔡介石 對 沒錯 應該是 沒錯 因為當初他們需要錢 然後當初他就跟朋友 一起去投資上海的股市 他真的有賺到 然後後來汪衛政府的時候 就汪清衛 他們也一直在救股市 對 所以後來你就會看到了 梁朝偉 跟 康偉那個電影 就是他找了一個 又懂情報 又懂財政 又會救股市的人 這是那時候上海政府 最需要的三種角色 你說設計啊 對 設計 因為蔣介石剛開始 就是需要錢 後來需要人 就跟黑道人物合作 就是度也想不到你猜對了 對 我想不到我猜對了 我就跟你說 新手運吧 厲害 厲害 請揭曉 大龍 算你厲害 好 這次呢 蔣介石呢 他曾經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跟富三代 張靜江 以及國旗哥的這個作曲人 代季陶 以及合資來投資股市 但是當時呢 曾經小賺了一波 後來呢 他就跟散戶一樣 被割韭菜 大輸了一筆 但是呢 他不放棄 繼續加碼投資進場 後來賺了一波錢之後呢 他們就乾脆開了公司 而且呢 剛好遇到了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呢 熱錢全部湧進了股市 當時他開了五家公司 一度都是賺大錢 但很快 這些東西呢 馬上就變泡沫一樣破滅了 所以呢 他的後來五家公司 紛紛倒閉 他甚至有一度窮到 連他的兒子的學費 跟製服的錢 才十五塊都付不出來 因此呢 他就痛下決心 不要再接觸股市 因此才從軍報索 恭喜得到一萬元 智慧金利 耶 還有三分二十九秒 來 第四題 第四題我想要選 招桃花風水 請處理 男生者如果想要招桃花 哪一種臥室的擺設方式 是需要避免的禁忌 A 放正紅色的鮮花 B 將床身緊靠牆邊 C 掛偶像團體的海報 什麼鬼啊 這個太難了 我的答案是 B 將床身緊靠牆邊 請處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做桃花 等一下你的床有一面是靠在牆上 其實床不要貼牆邊 這個是風水禁忌之一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啊 就是風水學其中一個 所以妳不知道為什麼 妳知道妳談過這一句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對 就是解說的話我沒有辦法講 但是如果你要擺桃花陣的話 是要用鮮紅的玫瑰花 所以第一點成立 對 那掛偶像團體 掛海報 我沒有聽說過 這個對風水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OK 但是不能夠掛類似什麼城堡 的那種圖案 那種尖尖的 有些女生很喜歡夢幻風 會想要有那種什麼 印一個城堡的海報 貼在家裡 那個其實不好 那都是有點像刀煞的感覺 所以火箱團應該還好吧 我想應該是B 所以山去之後 妳也不知道床身緊靠牆邊好不好 在風水上不是的東西 風水上真的是 不會叫大家 對任何人都不適合 對任何人都不適合 對 請這張 好厲害 好強喔 好 臥室的百姓呢 對於焦桃花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一定要告訴大家 床頭當然要有靠 這樣子做事才會有靠山 但是床身其實要流通道的 因為呢 才不會把你的桃花運都擋住了 但是呢 像有一些人房間比較小 如果呢 你們有辦法兩邊的床身 都流通道的話 至少把握一個重點 男左女右 女生呢 是右邊一定要流通道 不能夠靠牆 男生呢 則是左邊 絕對不能夠靠牆 而在臥室裡頭呢 擺放鮮花 絕對能夠招來桃花 最好是放紅色啊 粉色的花 如果是玫瑰的話呢 記得把刺都拔掉 放百合也是好的 但是呢 一定是要新鮮 不能夠放假花 否則會招來爛桃花 跟虛假的感情 還有在裡頭呢 海報畫像照片 通通都不能是一個人的 否則你會一直孤家寡人 所以呢 只要放多人的海報跟照片 或是放雙人的枕頭 都是有好處的 第五題 第五題 選個旅日小達人好了 一年能去四八四 我想也沒什麼 應該沒問題 我三年去四八四 一年去十六四 旅日小達人 請 注定 這個漂亮 好題目 這題真的很難 不過我選擇C C 刺死的和尚 請鎖定 C 怎麼猜的 因為其實日本古時候 很多的那種神話 都跟和尚很多關聯 然後天皇的那些故事 也都跟和尚有關 所以我就選和尚吧 A感覺就陷阱嘛 晴天娃娃 然後就故意嬰兒 然後B是日本很少出現 什麼女巫這種東西 日本很少有女巫之類的 有 韓國的話女巫比較多 對 日本很少 韓國有女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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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有 我看那個補信會的那個 生命線索 對 那個有 好好看 那就是女巫啊 對 對不對 請 介紹 漂亮 對 虛扯奈虛扯奈虛扯奈 果然是強者 對 好 今天娃娃呢 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背後的故事 超血腥的 因為是以前啊 有一個天皇喔 他為了要請一個高僧 來祈求天氣放晴 所以叫他來唱一些佛經 本來呢這個高僧啊 照理說法力無編 但沒想到呢 在經過了他的禱告之後呢 還是一直在下雨 所以天皇一怒之下呢 就把這個高僧的頭給砍斷 而且把他的頭呢 用白布包起來之後 掛在懸樑上 結果想不到呢 這個把他的頭 一掛上去之後 隔天就放晴了 所以後來才會有 晴天娃娃的這個故事 那麼呢 在日本呢 他們有一首叫做 晴天娃娃的兒歌 這個兒歌的最後兩句呢 就是說 如果雨還哭淋淋 就把你的頭砍落地 其實說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故事 三萬在下雨頭 謝謝 第六題 第六題 她又來了 煙火看兩次 煙火看兩次 會出什麼題 來 雪莉的換年煙火 一直都是全球矚目的焦點 而且他們當天會釋放 兩次煙火 原因是什麼呢 A表示晚會開始與結束 B有送舊迎新的含義 C為了讓兒童先看 好螢幕 好螢幕 我還不知道換兩次 這個很難耶 A或B很像 然後感覺也有點陷阱 但是 我 我要選擇的是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A 表示晚會開始與結束 聽手機 雪莉煙火 換年火放兩次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貴為民水 貴為媒體人 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那個 那個鄭小姐那個答案 太 邏輯太清楚了 我覺得有風險 但是我覺得答案可能就是C 應該是 我覺得我的答案可能就是C A跟B其實邏輯很像 老外沒那麼無聊 一個送舊給迎新 一個開始一個結束 其實很像 A B一個邏輯 她剛剛也說A B邏輯很像 所以應該是 所以我覺得是C 可是為什麼要讓兒童先看呢 對啊 你或許有個點箍啊 很難講啊 對不對 我是A C在猜啦 我是A C在猜啦 對 但她是A啦 我覺得是B A C在猜 你選擇A 關係到三位元智慧新幣 請揭曉 還是你知道 這是你的答案 他選A 我覺得是C 正確答案是 C 為了讓兒童先看 好 其實呢 雪梨煙火啊 是每一年跨年的時候 萬眾矚目的一場煙火秀 因為畢竟呢 澳洲還在南半球嘛 所以來這邊看煙火呢 其實也比較溫暖氣候宜人 但是呢 在雪梨的煙火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傳統 他們會在晚上九點的時候 先放一次 然後呢 到了十二點整 才是正式的煙火秀 那這個九點的煙火呢 就是為了讓小朋友 可以早點回家 看完之後 就趕快入睡了 所以呢 這一場煙火呢 又稱為家庭煙火秀 很多當地人喔 其實看完九點的煙火 就會回家 準備在家裡頭跨年 其實呢 多半是特別來到雪梨的外地人 才會留著看十二點的那一場煙火秀 他一定就拿到三萬元的獎品 但是獎品也會是你最需要的 不錯 有養貓嗎 有 送你這個東西 來 要送給家庭的是 J位正偉科技 無限四合一數位吸塵器 手吃除蠻妥底 一機搞定 而且非常的輕 只有1.09公斤的機身 超強遮控吸引力 激進不扰人 還有慈禧式的冰箱 跟獨立的收納架設計 使用方便之外 還是居家收納的吸塵力氣 吸塵力氣 吸塵力氣 你真的很棒耶 因為我的吸塵器啊 買了六年真的快壞了 很棒耶 真的很棒 我是真心的覺得很棒 其實你發自內心的說謝謝就可以了 好謝謝 謝謝聖導教練 謝謝聖導教練 那請你下一回合資格在